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昂哥 說到羽球世界球後戴姿穎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啊 不過即使是像戴姿穎這班世界頂尖的運動員 也常常受運動傷害所苦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戴姿穎於去年9月時 就因為右肩的肩關節甲脊症候群 而被迫退出日本的公開賽 究竟這個肩關節甲脊症候群到底是什麼? 常見的肩關節運動傷害又有哪些呢? 講到肩關節就不得不提肩關節的旋轉肌群 旋轉肌群Rotator Cuffs是由四塊肌肉所構成 分別是肩胛骨前側的肩胛下肌 以及肩胛骨背側的急上肌小圓肌以及急下肌 注意急上肌的這條肌腱會通過骨頭肩 相對狹窄的解剖構 這我們等一下會再提 旋轉肌群負責我們肩關節的穩定 彼此之間協調的收縮與放鬆 也可以讓我們做出例如內旋、外旋、外展等等的精密動作 所以重點來了 為什麼肩關節常常發生運動傷害呢? 首先是運動的時候肩關節常發生外力的碰撞或者是扭傷 再來不斷重複的動作 例如頭指也會使得肩關節的肌腱因為不斷使用而發炎 尤其如果熱身不夠的話 又會使受傷的機會高出好幾倍 而在旋轉肌群的這四條肌肉當中 最容易受傷的非急上肌莫屬了 大家還記得剛剛的解剖構造嗎? 咱們可愛的急上肌的肌腱會通過較為狹窄的解剖構造 平常大家都相安無事也都還好 可是今天一旦你常常做手舉高的這個動作 那麼悲劇就很有可能發生了 如這個影片所示 當我們手舉高的瞬間 骨頭肌的肩氣會變得更加狹窄 因此就會造成急上急上頭的滑翼囊與骨頭產生摩擦 偶爾摩擦個一兩次也都還好 可是當今天你是職業的羽球選手 棒球選手、排球選手的時候 每天的摩擦次數可能不下於上百次吧 長久反覆摩擦的結果 就會造成急上肌以及滑翼囊嚴重的發炎 更嚴重甚至會造成急上肌的肌腱斷裂 而因為急上肌就好像被骨頭夾擠而產生傷害 所以肩關節夾擠症候群就是這麼來的 至於要怎麼知道自己有沒有肩胛擠的症候群呢? 方式也非常簡單 只要你將你的手臂由你的前方慢慢往上伸 的過程中或是由側方慢慢往上伸 的過程中覺得 伸到一半 怎麼覺得肩膀非常的僵硬 非常的緊張 甚至有一點疼痛感出來 這就代表你的急上肌的滑翼囊嚴重 以及有些微發炎囉 那麼肩關節的運動傷害該如何預防呢? 首先運動前完整的暖身熱身絕對是最重要的 這可以預防就是一些像扭傷啊 拉傷等等的突發性傷害 再來重訓的時候除了練大家都愛的胸肌 二頭肌三頭肌之外 也不要忘了練你的旋轉肌群 肌肉力量不平衡的結果 也常常造成肩關節的損傷喔 此外也要注意不要過度使用關節 尤其是把手抬高的這個動作 如果在抬高的過程中發現 肩膀非常的緊繃非常的疼痛 記得趕快休息 如果長期過度使用的話 真的非常容易造成肩胛疾症候群 最後 當你已經有了肩關節傷害的症狀時 該怎麼辦呢? 首先如果是輕微的肌肉拉傷 或者是部分的撕裂傷的話 記得要適當的休息 並可以搭配例如像止痛藥啊 以及肌肉鬆弛藥物的使用 並加上徒手治療 短波微波電療等等的物理治療 這些都可以加快損傷處的恢復速度 當然如果已經到了肌腱完全斷裂的程度 那也只能靠外殼手術將肌腱接回 並靠後續的復健 慢慢的恢復肌力囉 而近年來也有所謂的增生療法的問世 可以在局部損傷處 注射高濃度的葡萄糖水 或是自體的血小板 以促進局部的組織再生 不過這種療法所費不資 療效也因人而異 如果一線治療之後完全沒有效果 而且口袋又夠深的話 的確也是值得一試 我是桑香哥 想知道更多醫學知識的話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也歡迎分享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肩關節運動傷害的知識囉 我們下回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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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回見 ! 感谢观看